你还记得当年要传一张图片给朋友 要把两只手机头对头稳住别动等30秒 还常常失败的日子吗 没错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从红外线传简讯 一路走到蓝牙耳机称霸的科技进化史 这是一个关于速度的革命一个连线的故事 更是你和我小时候的青春记忆 但你知道吗 这个你用来听歌不要插线的蓝牙 原本竟然是军用通讯协议 更惊人的是它还和唯惊人有关 先别急 我们一步一步讲清楚 故事要从20世纪末讲起 那时的手机 还是长天线黑白屏打电话都怕爆账单的年代 那个年代要在两台手机之间传资料 没有什么AirDrop也没有WiFi 只有一个名字 红外线Infrared 红外线是最早出现在手机上的短距离资料传输技术之一 它的原理很简单 你可以想象成 手机版的遥控器靠着光线把数据传过去 但有个致命问题 必须两台设备面对面对准 而且中间不能有障碍物 你一动传输失败 你歪了一点失败 阳光太强也失败 而且速度感人一张几十KB的照片 可能要传个十几秒 失败率还奇高 但红外线有个本质缺陷 它只能点对点视线内直线传输 像是遥控器 你遮住一下 它就没讯号了 那个年代这项技术有一个正式标准名称 叫ERDA 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 红外线资料协会 它规定了手机红外线端口的规格 但ERDA的传输距离只有短短一米 而且必须严格保持在30度的追行角度内 一旦超出连接 立马断开 更糟的是 它还不支援 同时传资料和打电话 效率极低 所以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过渡产品 但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用心 因为能够传简讯 传途已经是非常炫技的事 那时校园里最浪漫的事 就是偷偷传一封红外线简讯 然后说 你收到了吗 是我写的哦 接着时间来到2000年改变发生了 蓝牙技术诞生 但你可能想不到 蓝牙的原型竟然早在1989年就被提出 由瑞典的电信巨头爱立信 Eriksson 工程师Yup Hudson领导开发 他们的目标很单纯 能不能让装置之间不用线 也能连线 蓝牙之所以能做到无线电波段 不需要对准的魔术 靠的是一项叫做跳频斩频 FHSS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的技术 简单来说 它不是在一个频率上死磕 而是在79个不同的频率上 每秒跳跃1600次 这种游击站 试的通讯方式 大大提升了它的抗干扰能力 这也是它能完美躲开WiFi 等其他无线信号干扰 并能在包包里顺利连线的原因 这项技术最初正是为了军事通讯而设计的 蓝牙一开始虽然速度不快 但它支援无线电波段 不需要对准角度 甚至可以在包包里口袋里 就自动配对传输 这在当年简直像魔术一样 所以从技术路线来看 蓝牙一开始就注定是长线赢家 让这个技术真正起飞的 是1998年成立的蓝牙特别利益小组 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这个小组由五大公司组成 爱立信、诺基亚、IBM、东兹和Intel 你会发现全是当时的科技巨头 这背后其实也有不少技术联盟的政治 比如Intel非常希望能推动 无线装置互通来带动笔电滑鼠键盘的销售 而诺基亚爱立信更希望推动手机无线生态 所以他们组成的Bluetooth CIG 特别利益小组 不只是为了标准 更是一个谁来主导未来的角力场 谁个专利被纳入标准 谁未来就能靠授权吃香喝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蓝牙生态 一开始被欧美厂商把控 直到后来亚洲厂商也加入主战场才开始爆发 而且他们决定把这个无线协议开放授权Royalty Free 也就是说任何厂商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基础技术 这一招直接让蓝牙成为所有设备的共同语言 但要注意虽然基础技术免费 但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各家厂商还是有自己的专利壁垒 比如高阶的音频编码格式 Aptex和LDAC就需要付费授权 这也是后面音讯编码战争的根源 那你可能会问这个蓝牙 到底为什么叫蓝牙 听起来好像奇奇怪怪的名字 其实背后有一个冷知识 蓝牙Bluetooth这个词 是来自一个十世纪的北欧国王 Harold Bluetooth 这位国王本名是Harold Gomsen 传说他因为酷爱吃蓝莓或可能患有牙齿染色疾病 导致一颗牙齿长期呈现蓝色 才有了蓝牙BL10的这个绰号 因此用它来命名这个希望连接所有设备的技术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它统一了丹麦和挪威 而蓝牙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象征这项技术 能统一不同设备之间的通讯 是不是有点众恶 但超有技艺点 随着2000年第一款搭载蓝牙的手机问世 爱立信T39 这是第一款正式上市配备蓝牙的手机 蓝牙时代正式开始 但前期并不好走 蓝牙刚出道时 传输速度也不快 配对复杂耗电还高 蓝牙刚推出时 简直是用户的噩梦三连机 一 配对地域 流程复杂冗长 需要输入一串四位数的数字密码 常常连不上 如果密码输错必须重启设备才能重视 二 安全性危机 早期的蓝牙安全性极差 存在著名的blue bugging和blue snuffing漏洞 黑客可以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蓝牙盗取手机资料 甚至远程发送简讯 三 耗电怪兽 早期蓝牙协议没有低功耗设计 一台蓝牙耳机可能几个小时 就耗尽手机一半的电量 这些问题一度让很多人认为 蓝牙会和红外线一样最终被淘汰 尤其是你用过蓝牙耳机的人应该知道 以前的蓝牙耳机 就像挂在耳朵上的大虫子 笨重杂音大延迟还严重 但这些bug都挡不住人类对无限生活的渴望 接下来几年蓝牙技术不断更新 版本一路从1.0 1.2 2.0 2.1 3.0 4.0 每一代都在改进两件事 配对更简单功耗更低 其中最关键的是2009年发布的蓝牙4.0 这个版本加入了一个魔法词 Bluetooth Low Energy简称BLE 这个低功耗版本让蓝牙装置不再狂耗电 也让蓝牙正式走进了各种穿戴式设备的世界 像是健身手环智能手表 血压剂 甚至电动牙刷 全都搭上蓝牙的列车 虽然早期蓝牙耳机早就出现 但那种一边耳朵带一个豆子的TWS耳机 真正爆红的是2016年 Apple AirPods的推出 对 就是那两根看起来像牙刷头 一开始被网友狂笑太丑 容易掉 容易丢 但就是它凭借与自家生态系统的完美整合 从配对体验收纳充电到自动感应 全都做到极致 真正将TWS耳机推向大众化 其实在AirPods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厂商尝试推出TWS耳机 像是Bluetooth Dash 2015年被誉为 最早一批真无线耳机 具备心率侦测音乐播放等功能 不过因为成本高 体积大 电池小 再加上当时蓝牙连接稳定度还不够 它并没能掀起风潮 反而是AirPods的生态整合 打开盖子就跳出连接画面 才真正让蓝牙耳机大重化 所以说技术不一定先发就赢 体验设计才是最后的杀招 接着全球品牌跟进 Sony Samsung Oppo Huawei小米 通通加入TWS战场 蓝牙也彻底从一个传档案的工具 变成了你耳朵上的生活一部分 但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听的无线音乐 不只是蓝牙厉害 背后还有一场音讯编码格式的战争 你以为蓝牙耳机听起来越来越好 是因为蓝牙本身进化了 不完全是 真正影响你听的好不好的是音讯编码技术 简单讲 同样是听歌不同的编码方式 就像是用不同厨师做同一道菜 味道可以差很多 最早期的蓝牙音字只能说是能听 而且言辞很严重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蓝牙在传送音讯的时候 要经过一层叫做Codec编码器的压缩 而最初普遍使用的 是一个叫SBC Subant Codec的基础编码方式 于是为了更好的音质 一场蓝牙音讯的格式大战悄悄展开 Sony推出了LDAC 号称能传输接近Hi-Res等级音质 Qualcomm推出了AptX系列主打低延词和高保真 还翻成APTX HD AptX Adaptive AptX Lossless 越出越多版本 还有Apple自己的AAC编码虽然不一定是最强音质 但跟自家IOS系统最兼容 让我们来细看这场音质格式的三角大战 第一个SBC Subant Codec 优点是免费且兼容性最高 缺点是压缩率太高 声音细节损失严重 第二个AAC Advanced Audio Coding Apple和许多流媒体服务的选择 它在IOS上表现出色 但缺点是对Android设备的兼容性和稳定性较差 而且编码过程复杂 可能会导致延迟和额外耗电 第三个AptX系列高通 主打低延迟最初是广播行业的标准 它的优势在于能提供接近CD级音质 是Android阵营中应用最广的高清格式 但需要付费授权 第四个LDAC由索尼开发 目标是实现Hi-Res高解析度音频无线传输 它的传输速率高达990kbps 理论音质最佳 但对环境干扰非常敏感 一旦信号不好 速率会急剧下降 音质变差 这场战争的本质是 用户想要最好的音质 而厂商想把用户留在自己的付费生态里 除了Apple Sony和Qualcomm主导的主流格式之外 亚洲品牌也不甘示弱 华为有自家推出的L2HC编码 小米则支援LHDC OPPO也自言Melody格式 简单来说 你买耳机时光看支援蓝牙还不够看 要搭配手机系统才能发挥音质最大值 这个阵营之争的背后 其实也牵涉到授权机制 你可以说这是Apple为了掌握生态体验的完整性 确保自家AAC在iOS系统中有最佳表现 但这一策略确实导致非Apple的高音质耳机 在iPhone上无法发挥最大音质潜力 也让不少消费者吐槽 高音质蓝牙在iOS生态中仍旧受到限制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你根本不会在意耳机有没有限这件事了 甚至已经开始嫌有限耳机太麻烦 这正是蓝牙彻底改变世界的证据 但蓝牙也不是没有争议 比如有些蓝牙耳机品牌压缩过多音质变差 有的品牌甚至偷工减料 号称资源AppTex 但实际上只有SBC TWS耳机的不可维修性和环保争议 尤其是TWS耳机采用的微型锂电池 其设计上几乎是无法更换的 一旦电池寿命耗尽通常两年左右 整个耳机就成了电子垃圾 这引发了环保人士的强烈批评 这些看似方便的设备 正在加速科技产品的抛弃式文化 虽然一些品牌如Fairphone开始关注可维修性 但对于主流TWS巨头而言 这仍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巨大挑战 想想你有多少个耳机 是电池坏了就只能整副丢掉的 这就是蓝牙时代的副作用 我们连的更快 但也换的更快 从最早只用来传个简讯 传个联络人 到现在变成 你上下班听音乐用蓝牙耳机 你开车用蓝牙连音响 你运动带蓝牙表 你家电视冷气电脑滑鼠键盘 牙刷电灯门锁 甚至猫咪追踪器都用蓝牙 而且你可能没注意到 蓝牙已经统治了整个IoT物联网领域 原因很简单 蓝牙的低功耗版本 BLE太好用了 蓝牙5.0在2016年推出 带来的提升是跨时代的 它的有效传输距离提升了4倍 速度提升了2倍 并且可以支援更大数据量的广播 这意味着 你可以用一个蓝牙MAS网络 覆盖整栋房子 甚至一座办公楼 这也是为什么 它能成为智能家居 如IKEA菲利普的智能灯泡 和工业物联网IoT首选的 底层通讯协议 它不再只是点对点的连接 而是一个网状网络的中心 它不用像WiFi一样需要路由器 不像NFC一样只能贴着用 只要有电池蓝牙BLE 就能维持长时间运行 这也让蓝牙几乎变成了智能手环 血压剂宠物追踪器电子秤的标配 你以为它只是音乐用的 其实它是医疗运动智慧家居的骨干技术 蓝牙已经悄悄变成我们生活的隐形基础建设 而且这还只是蓝牙标准的一部分 随着蓝牙5.0 5.1 5.2 5.3一路推出 功能越来越强大 资源更远距离 更低耗电 更高速度 还可以同时连多个设备 更关键的是 蓝牙技术现在还在进化出一个新模式 叫做Orocast广播音讯分享技术 这是什么 举个例子 你去机场 等广播时只听到喇叭传来模糊的声音 或是你和朋友一起去看展览看比赛 只要一人连上讲解音讯 大家耳机就都能同步听到 Orocast只是个开始 未来蓝牙将支援更多多设备广播 比如Orocast的革命信 它本质上是将无线电广播带入数字时代 在未来机场健身房的电视 以前需要专用FM广播 甚至博物馆的语音导览 都可以通过Orocast频道 向数百万用户同时广播 这项功能将彻底改变 我们获取公共信息的方式 并将蓝牙从私人设备 推向公共基础服务的地位 蓝牙将从耳朵专用 变成公共连接平台 蓝牙不只是私人听音乐的工具 更开始走向公共信息传输的平台 你能想象吗 一个当年被网友笑说 太难连线的蓝牙 正在用广播功能统一世界 但说到底 这段科技演化的背后 其实反映出一件事 人类一直在追求更快更自由的连接 从红外线头碰头 到蓝牙耳机秒连秒听 从蓝牙1.0连不上设备 到蓝牙5.3多设备无缝切换 我们用一代又一代的更新 把听音乐 讲电话 分享照片这种看似平常的动作 变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理所当然 你小时候要传手MP3 要对着红外线慢慢等 现在只要点一下AirPods 它就直接跳进你的耳朵了 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用蓝牙的吗 或许是用一只又丑又大的 耳刮式耳机讲电话 或许是在电脑课上 偷偷传游戏给同学 又或许是和某个人靠近时 说来我传张照片给你 这些过去看起来有点笨的技术 其实是今天科技的地基 我们走得越快越要记得 没有红外线的头碰头 就没有现在的自动连线 没有那台传了十次失败的老手机 也不会有今天这只 秒开秒拨的蓝牙耳机 所以别笑它们慢 这是它们让我们连得更快 科技的进化不只是设备升级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点一点被拉近的过程 从红外线到蓝牙 你参与了这段历史 这就是蓝牙的故事啦